有一个知名的宠物节目 甚至来台湾出国外景 在当中有一个很知名的宠物主角 也就是拉布拉多犬 这个大戒 大戒因为胃不经软 手术不幸死亡 活了只有短短的六年 让台湾的影迷都不声唏嘘 透厚的双眼皮 圆圆的大眼睛 配上招牌的红领巾 他就是当红的狗明星大戒 而且戏出名门 因为爸爸也是狗明星亚夫 五年前亚夫过世后 大戒就接棒参加宠物当家节目 跟着搭档松本到处旅行 找群狗朋友 而且随着节目大受欢迎 大戒在台湾的知名度也水涨船高 他成为家喻户晓的狗明星 今年三月间 大戒跟松本来到台湾二度取景 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媒体包围 还有粉丝兴奋尖叫 他的超高人气 一点都不输给爸爸亚夫 但没想到这一天 跟着松本前往外地取景 他突然身体不舒服 被送进医院检查 终于发现大戒胃痙磷 而紧急接受手术 不料在恢复室 突然病情恶化 与世常识 消息传来 很多粉丝都感到相当的难过 因为大戒他只活了短短的六年 后来再也看不到 他的可爱模样 只能从节目片段 回忆他真情流露的点点滴滴 记者综合报道 好